今天我們今天講到了車子的定價策略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在大陸他們的宣傳海報 大維哥是真的有買車送車的 這是價格流血割喉 我覺得大陸他的一個市場的一個競爭態勢 逼迫他這個整個全全國進入到 又瘋狂降價戰 從今年一月以來去年底到今年以來 你看我們剛剛講特斯拉 他已經進行了四波的降價 這四波降價讓其他車廠 不要說這個既有的合資 首先先震動到的就是新能源品牌 新能源品牌說我必須要降價 說不動了都動了 結果這個市場不斷在擴散 明明知道新能源車在他的市場佔比 現在當然已經來到一個相當兩成的比例 但是既有的油車市場也感受到 也被衝擊 對 衝擊到了 因此就出現了像這個市場上出現了 買Toyota的BC4X 居然送威慈 也就我們台灣所成的Vios車型 那當然這個傳說一出來 對 這一出來之後 大家說哇 這真的是這樣子嗎 其實這直播是一個區域經銷商 他針對他促銷 他的BC4X然後送兩台這個Vios 兩台喔 只有兩台 而且他有些是可能經銷商 或區域專享的 這個截圖出來 他也不會講得很清楚說 我有多少數量 而且別忘了 你即便不買不送這個車子 他折扣也是這麼大 那所以東風日產那邊也有 東風日產也是 東風日產因為東風集團 他下俠很多皮膚版 宣譯 宣譯在大陸是一個賣得還相當不錯的 有口碑的車型 因此 這個比特斯拉厲害 為什麼 因為特斯拉降價 只會多賣一台車 這個會一次賣兩台 所以逛牌速了 這個大概效果比較好 KPI會很漂亮是不是 因為你降價的時候 你只會增加那一台車的銷售量 但是要的 大家是這個品牌的 整體的銷售量 我與其這台車 對 技效商操作 這個技效商操作 好